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在坐敦道吃早餐 经历敦道回公司的时候 但是香港真是一个奇妙的都市 你走过是已经所有 当年戒风了 你都不知道昨天原来这个地方是死了五个人 一场三级大火 所有东西已经是一切如常 我看报道 有一对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家 是香港人来的 不过是疑问 回来探亲 不知道是不是租宾馆还是家人住在那里 不太清楚 就这样出事 有一对印尼的年轻男女 那些可能是来打工 有时等见Agency之类 但是现在好像还有七八个人的危台 希望我们早点康复吧 好了 这一个 35岁无业男子 去年7月到今年1月期间 去年7月到今年1月期间 去年轻男女的作为 即是那些 印字震恨特区政府 中央政府 等等 有激起市民理判的心情 臭死他人不守法 等等 可能会犯这些事情 去承认控罪 在西九龙法院判刑 国安法官蘇文龙就说 被告在六个月内 發了36条煽动信息 鼓吹香港独立支持外国对香港的无理制裁 侮辱国歌 对官员作出毫无基础的贪污指控 无中身有 藉此挑动独者厌惡情绪和煽动仇恨 所以用七个半月的量刑起点 被告认罪后扣减三分之一 判刑五个月 各位 的确他们用这条线控罪 惡法亦法 甚至乎有些人都认为不是惡法 法律一直都放在那裡 我是奇怪 如果判刑五个月 这些控罪 这些控罪 很多时候都以免计 在过去 当然我意思是过去这三十年 再过去就没有这些 五个月都算是执生彩 雖然在原則上我正常否定 幾乎吹嘴 好了 法庭早前索取背景報告 這個被告 報告說她是正面的 和家人關係融洽 孝順父母 也有十多名親友到庭支持 案發的時候 辯方說她被告剛剛失業 所以多了時間上網 受人影響才發出不當言論 事後也後悔 自願與警方合作 提供連登的帳戶 名稱和密碼 也將帳戶交給警方處理 警方刪除他們 以免言論影響他人 其實六個月內有36條言論 即是一個星期發言一次 最多兩次 即是 六個月36個言論 一個月即是六個言論 四五個星期 好了 她說和其他案件比例 犯案率就不高 加上她也不是熱衷政治議題的激進人士 過去也未參加過任何遊行和集會 重犯機會都很低 望法庭卿判 她連遊行集會都沒有參加過 她不單止不是熱衷政治的人士 即是政治懶感 但是原來連政治懶感的人 都有這樣的感覺 哇 這個管制 我們真的要細細思考一下 好了 蘇文雄 國安設定法官 就說 被告心節不成熟 受社會影響 幸好她發表這些煽動言論的時候 大部分回應都不多 相信影響不大 而被告呢 主動放棄擔保 亦都即時還押 主動放棄擔保 就是別人說 五千元擔保 我不給擔保 我錯了 我就要承受 還是想著 反正都是要承受的了 不如還押了 你得到判的時候就可以走得了 好了 蘇文雄說 證明她心敢報悔 決不重蹈覆轍 我就真的不太好意思搜尋 大家自己去搜尋 在過去蘇文雄 蘇法官 又是判這些案 是判甚麼刑 是給些甚麼判刺 可能她覺得 我明白了 就好像一會兒我講的答案 就不要想到她們受驚被制裁的那些 可能是 不是追和風的 即是她們是體諒的 可能是這樣 她都是一時 即是不要想到那麼多事情 阿龍哥蘇文龍 大家自己上網找吧 我不在那裡找 那 案情說 被告在連登的帳戶叫Kee A 即是Account 在2003年7月21日 至到2024年1月18日期間 發布了36條巨煽動性的言論訊息 訊息展示到她被捕當日 案情說 有五項訊息是起對中央政府的憎恨的 包括 七二一元朗站白衣人襲擊事件 是中共下order叫人出去搞事的 我照讀 包括 中共一向是這樣 拉入派打入派 罪倒人心的就一定抓 那你就錯了 所以你被人 真是毫無根據 你都罪不到人心的TA 你都抓了 實質訊息涉及激起對特區政府的憎恨 包括 高官商界都說 連年都勾結貪污 李家超鼓勵市民消費 即是製造更多垃圾 這真是奇怪 這很多左派人士 環保人士都這樣說 甚至乎聖誕節的時候 有些教宗 或者那些神父 都會說 消費太多 無謂消費 增加地球的負擔 都會說這些話 另外 19項信息就是 疏洗他人不守法 違反分裂國家罪 和疏洗獨立 包括 香港國 香港獨立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香港國歌等等 歡迎五個月 另外 非白衣人案裏 我們講過了 這是第一個被判刑的 42歲的專業人士 年輕人 對我來說 叫何珍奇 被判這個 終於判了 兩年九個月 即是三十三個月 一會兒我先講法官 李官的判詞 李慶年 這個李官大約 我要長話短說 大約是怎樣 他首先將721的事情分開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這是他將他分開 大致我都覺得同意 第一個階段 就是有人在網上呼籲 當日進行保護和光復元朗行動 其實這個頂籠是第二階段 我覺得 不過李法官說第一階段就是第一階段 因為網上有人呼籲 當日進行保護和光復行動 法官說 這是明顯地煽動他人 衝擊元朗的圍村 但其實這一個 如果你認為保護和光復元朗行動 是第一階段 那我就要問 為何有人要這樣 就是因為之前 在第一階段之前 已經有幾個階段 你再問我 在721之前 前一個星期已經有那些階段出現了 我們全看了 我們全港市民都看了 甚至乎去到720 721早上 720 那些719 已經有人WhatsApp 我們說 721那天不要入元朗 那些是沒有的 其實突然間就是 第一個階段就是有人呼籲 那法官認為這個是煽動他人去衝擊元朗的圍村 他認為第二個階段就是白衣人自早沒有力量 拿著那些什麼保衛元朗保衛家園的標竿 甚至乎把國旗綁在藤條上 跟著一邊立喊一邊打人 同時也都出棍和藤條去毆打 和襲擊襲內和襲外的無辜市民 嘗試出襲的就打 混在車上面 不夠膽越過車門的 刀打 實際上這群白衣人是非法禁股的 這是某程度的事實來的 就是貼近現實 他的意思是第二階段 但你這樣看 即是 是有 非白衣人 在網上呼籲去搞元朗 所以元朗那群人要出來保衛 即是沒有了最頭的 第三階段 亦都是這件案件發生 他說就是那群非白衣人聚集在元朗站 然後聯群結隊去到英龍圍牌坊附近 好了 他和白衣人口角 然後兩幫人發生肢體衝突 非白衣人 後來其後 拒到J出口的樓梯底 雙方持續衝突 衝突 回到J出口的大堂位置 互訂物品 其實這個 你也是抽空的一些片段 你問我 非白衣人 從來都沒有去到勢軍力敵 在我晚的時間 從來都沒有去過 最多是富裕頑抗 你問我就是 第四階段 就是 白衣人 拉起元朗站的一個閘口 然後衝進去攻擊非白衣人 造成多人肉血 OK 法官說 如果當時不是那些非白衣人 在閘前輕挑的挑釁白衣人 以為對方未能夠拉開捲襲 到他們最後成功拉開捲襲的時候 你就馬上方槍逃亡 那是否有這個情況呢 是的 所以 我不講那麼常 他大致 他就說 喂 為何我要這樣去判這案 兩年 三四三個月 他認為是輕判 他認為是輕判 因為為什麼呢 雖然 法官說我不信你這個被告 是一時八卦 因為八卦你就來看 你不怕危險嗎 之前我們講過 為什麼你要去捏狠過 他說 就算你多有道理 他有這樣說的 在判詞裏面 你一動手 就等於沒有了道理 你就是和那些人一火 他說 我 只要輕判 這個判決 就因為的確 你們非白衣人 和白衣人 是有不同程度的 雖然大家都參與暴動 是有不同程度的情況的 就是 他那幫人 是蓄意地 有心地 去使用暴力 甚至在那些棍子裡面 在閘埋國旗 你們說你們去 什麼 保護市民 不可能的 他說根本你們 就是有心出來 挑釁 喏 你這樣說 你聽他講 其實我是 我看完 其實這裡很短 我看完 我覺得很矛盾 那究竟 你又說 大家程度不同 那幫人是 這樣蓄意來搞人 你有道理 都變成沒有道理 但另一方面又說他 喂 你們是出來 有心 還要挑釁人 在那個閘口間 和你拉閘 怎樣 那又何來有道理 如果這樣 就真的在捏過 是吧 所以我們是輕判 亦都希望你 將來出來了 什麼 可以改過自身之類的 因為 其實 相對那些 白衣人 白衣人 其實不六六 不六六 是吧 那兩年三 九個月 他認為是輕 我不知道李官 你是怎樣的思維 在整個思維裏 他其中一個判詞說 你們是聯群結隊 你們這些非白衣人 而明知參與這個 是會政治暴動 說真的 我怎麼知道 是會有理論暴動 最高我 在那個時候 此其一 其二 他後來有一點 非常非常地 他沒有考量到 我不是說 非白衣人是對的 如果 在正常情況下 這件事發生了 五長時間 是有警察出來的話 這些事是不會發生的 警察及時趕到的話 事實上在網上 為什麼那些人會陸陸續出來呢 因為當日在網上 已經有人說 警察不到 為什麼會不到 開始有人 在同一時間出來 喂 警察拉閘 於是 就越來越多市民 出去 那你說他們究竟是 有意暴動 還是 喂 真的要自救呢 有心救人呢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考量的 但是 縱然是這樣也好 這個理官 其實 這個理什麼 李 李 李慶蓮 其實 大家去看一下 他的判斥 對那些非白衣人 基本上都是一個很嚴厲的 柯澤 但如果是這樣 法庭 香港法律制度 沒有辦法 法庭 你實算是下命令的 控方說警察 做事要做成怎樣 又不知道 是吧 其實 抓人抓得太慢了 我覺得 辯方最後 就在求情的時候 亦都說 喂 這宗案 纏繞了被告 何鎮琦 好幾年 你現在在2019年 都已經4、5年了 他說 在同一事件 警方調查了22個 非白衣人陣營的 嚴厲人 OK 但是 亦都較早前 亦都對9個人 提出檢控的 法律的意見 而那次 被告被告 何鎮琦 提前了10個月 即是說 何鎮琦 至少 至少 也不要說 現在是2024年 至少 是被同一個 案子的其他 非白衣人陣營 中 用多了10個月 時間 差不多一年 這當然 對被告造成很大的困擾 法官 沒有 不同意 辯方這個說法 OK 他說 暴動案的審訊程序 隨著時間 反而越來越成熟 現在不能用事後恐明的方式 看回頭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OK 如果是這樣 你是不是可以把被告 拖多10年 然後再告他 拖多20年 還成熟 他只是跟著說 被告如果不犯案 就沒有這個後果 即是他當然不在 就不會有這個 這些真的是 沒有意思的說法 這樣就兩年九個月了 各位網友 好 休息了